所以不管中国怎么想 我们自己两个 就是站在台湾的主流民意上面 在我的认练 不会刺激统一问题 自身代表台湾主流民意 侯康国际记者会 外面更聚焦两岸关系 不要有战机 比过我们的防空识别区 我们要好好的跟对岸来做协商 来做沟通 正常国际记者会 侯康两人都用中文来回答 外媒在追问 台湾的现状能维持多久 他的国防预算是我们的十七倍 那刚刚有人问说 到底维持现状维持多久 能维持多久就维持多久 尽量让他维持久一点 那也只有这样子了 言下之意 所谓的现状是走一步算一步 美联社报道这场记者会 以侯友宜承诺加强防御 并重启跟中国谈判为重点 NHK则以侯友宜在任期内 不触及统一为标题 卫媒都着重侯康的两岸政策 只是国际记者会的网络直播 一开始就完全没声音 网友在底下刷一排声音呢 直到直播开始后 十四分钟声音才恢复 而状况还有主持人 在点名外媒提问时 叫不出媒体名称 主持人更两度主动说 记者会要结束了 那这样我们再开放一个问题 好不好 国际记者会时间长短也要比 但整场记者会 能不能让外媒更了解侯康主张 或许更重要 三地新闻林松宾成云 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